BC省又推出新的政策了 要开始大力整顿我们这个短租市场 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是短租 其实在BC省短租的定义就是 短于30天的都算是短租 那其中当然是包含了我们熟悉的 Airbnb啊 家庭旅馆啊 其实这都是短租 这个政策它主要是分为以下几项 首先呢 它把非法短租的罚款 从原本的每一天1000块 涨到每天的3000块 甚至不给人活的节奏了 在我们BC省绝大部分的城市呢 短租都是需要拿到市政府的一个经营号 而且呢每一个房子有一个号 你不能一个号然后经营着 不同位置的房子 这是不行的 但是却有很多人是在这么做 这个就造成了政府的一些困扰 还把上线从原本的5000涨到了50000 三分钟可以被罚到 而且这次的管控 还特别加强在了平台部分 以前今天政府发现这个短租是有问题的 它首先呢会去找房东 可是这个房东呢 往往是一个公司 公司可以随地解散 或者说这个公司可以就逃跑了 但是呢 它这一次呢 直接就把压力呢放在了平台上面 它强迫平台要把所有的短租的信息 都要连同它的牌照号跟市政府共享 意思就是市政府可以很轻松的去抓到 这些所谓的非法短租的这些房东 而且牌照号呢 在明年还需要省政府和市政府 两个地方都需要拿到这个牌照号 短租的位置呢 只能是经营短租的人的主要住宅 或是他主要住宅里面的分租单元 后项房等等 但是这一条呢 省政府虽然说你可以在分租单元 或是后项房做你的短租 可是呢 绝大部分的市政府包含 但不屑于啊 温哥华 列治文 本拿比 这三个地方都说了 你只能在你的自用住宅里面来做短租 而且不能在自用住宅的分租单元 或是后项房做短租 我相信每个市政府 它可以在这个政策上面呢 再去加码 可是BC省呢 给了一个最基本的框架 但是这个限制 如果说你所在的城市有个更高额的限制的话 还是以所在限制为准 很多房东其实也问我 那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非法短租肯定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 很多数据也显示 在大湾地区各个城市 绝大部分的短租都是非法的 都是没有证照的 他们如果被打击了 他们也有可能把房子转为长期出租 这个对日后的长租房的供应来说 我觉得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补充 光头大叔在这个阵子也观察到了 最近的房租不但是没有继续上涨 反而我看到了有些许的下跌 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慢慢到了秋冬了 我们大湾地区也开始进入了雨季 很多人也不愿意在 十一二月加要过节的这个时候来搬家 这是季节性的还是一个长期性的租金下滑 我现在很难做出一个结论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对绝大部分 住在比西省的居民来讲的都是一个好事 因为短租的对象呢很多都是过来旅行 他来这边可能不是为了要长期生活 他来这里也有可能通宵在这边开party 造成附近的治安啊或是晚上安宁的一些困扰 尤其像大叔自己是住在公寓里面的 我们公寓有一些短租的单元呢 他这些租客呢是完全不管我们大楼的规章 给我们大楼管理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对我来讲我是乐观其成的 我觉得大湾地区如果在居住品质能够增长的话 我们也可以迎来更多的移民造成房市正向的一个发展 现在在看房的粉丝你是做短租的业主的话呢 你可能要赶快去申请你的证兆了 或是呢跟你的房产经济讨论一下 看如何转为长租房 对居民来讲我们是不喜欢Airbnb的 我其实在业主群里面呢我可以给你随便找出来 恩多在那边骂Airbnb痛恨这些人的 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是他是过来游玩的 他来这边就是要玩的开开心心 我就不想睡觉 我就要通宵打蛋 我就要party开到全世界都知道我来了 请问你那你住在旁边你能舒服吗 还有什么人呢 他今天他的credit很低 但他有现金 他们是谁 他们可能是罪犯 他们可能是经营 或是经营 或是 那他们Airbnb的话不用暴露他们的身份 他们也有钱来这么付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人是不是又成为漏洞 他是不是对我们社区的危害更大 我不介意Airbnb你在一个相对独立的house里面 如果是屋主他自己住在这个楼里面 他今天就租一个房间或租两个房间 那屋主平常也可以看着也可以直接跟他 再这样我们平台投诉 如果说屋主你人都不在这边他不管你啊 他还说 哎呀玩不开心啊就能给我五行好评啊 所以Airbnb的经营者 他都不可能称自己为房东好吧 他其实是个经营一个business的 对于经营business来讲呢 客人就是上帝 他希望拿到五行好评 他希望下一次更多人来 他希望这个五行好评给他带来 平台上面这个流量优势 他肯定说 爱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为什么要强制他们要在 房东的主要居住房里面坐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今天就要让那些房东来盯他们 我不排斥Airbnb 但是呢我排斥 他今天在满满的居民楼里面去坐 这造成太多安全上的 安静上的 居住上的这些困扰 我希望来温哥华旅客 都可以玩得开心 我也不希望他被我们的柜上管 但是我们这居民楼啊 我们不能不管啊 短租这个收益太高了 短租的收益呢 基本上是长租的 150%到250%之间 尤其是像那些交通特方便啊 风景特好的地方 打个比方啊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美术跳 或是Downtown 奥运村 这些地方 我们常租一房大概2600到3000之间 但是短租的话呢 一个晚上大概150到200 一房单元 我只要租到20天 我就有3000 多租出来的 那更是收益更好 而且呢 你如果在Airbnb的话 他的房东还要收取打扫费用 这个打扫费用 动辄是50、100、200这样子 如果是两房单元呢 在美术上这边的话 长租大概3500块钱左右 短租呢 大概是250到300 短租 如果是两房单元 它更转 20天就是5000块 短租这种巨大的利益 如果我任何哪一个房子能做短租 我一定会去考虑让它做短租 一旦这个房子 我拿到证照做的短租 我就绝对不可能再让它去长租了 这个房子就不能提供给 真的想要在大温地区安家立业的人 政府就怕的是这一个 所以呢 它要用证照的方式来控制这个数量 那现在为什么严打那些非法短租 就是呢 它要把这些非法短租 转为这个合法长租 来控制我们大温地区的租金 想到这个我插播一个 我最近网上看到房东协会的一个联署 就是要去改进我们这边的 过度保护租客的这些出房法律 在听的粉丝们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里扣1 我会把信息发给你们